而45岁这名无性妇人失去的人命又该谁来负责呢 上个月在高雄一间医院手术死亡之后 他当时痛苦哀嚎8个小时没有一时闻闻 夸张的事也联络不到主治医师 竟然是由实习医师开立处方用药 拖了25天院方不闻不问 虽然卫生局的表示检方已经进入调查了 也将会访谈相关的医护人员 但是一条人命拖了这么多天才积极处理 现在也遭到指引这个调查动作是否也慢半拍 家属人无可认身泪俱下 偷了整整25天院方不闻不问 甚至一度想将死亡证明 归咎于死者六年前的读印问题 家属大声驳斥 死亡证明书上竟然写到 海洛因证明根本就是污名化死者 而他就是当天的值班医师吴锦明 当吴信夫人痛苦哀嚎的八小时里 护士连打五次电话都叫不来的医师 但讽刺的是竟然还有病患 送上花篮要为吴医师打气 其实这位吴医师涉及的医疗纠 还不止这一桩 2006年11月18号 一位妇人也指控她不顾人命 因为开刀切除子宫住院四天 吴医师连一天到院查房都没有 医师后来还直接坦诚 因为家中有药室处理 的确没寻房 如今又爆发医疗纠纷 卫生局已经展开调查 整体医疗纠纷 明显有业务过失致死嫌疑 卫生局就好像认为 一条人命属于普通医疗纠纷 针对实习医师无照给药 或是值班医师究竟上拿等问题 竟然还要等到9号上班时间 才对相关医师做访谈 这调查动作也未免慢了 太多拍 记者刘一新张喜 高手报道